描写文 写作五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写作描写文 题目是 楼市街头看表演 我们已经有第七段了 描写的唱歌和舞蹈表演 之后,我们要进入文章的最后部分 我们已忘记了买唱片的事 在这个街头可以欣赏表演太多了 有人在画画,有人在换杂扇 也有人拉胡琴 都吸引不少观众 想不到在繁华的香港流士 竟然有这么多爱好有艺术的人 他们都是直直蒙名的人 他又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默默奸魂 人生随了读书,考试,工作,差钱以外 应该还有其他珍贵的东西吧 第八段 在这一段开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隔着这个部分 这里 略为说了一些街头的表演 例如画画,换杂扇,拉胡琴等等 已突出热闹的场面 最后部分呢 是由这里到这里 这里主要是写内心的感触 由表演者对艺术的热爱 联想到人生 除了读书,工作之外 应该还有一些很珍贵的理想 值得我们去追尋 文章到这里 这些地方 应该要转写书情 所以最后我们应该可以修不结作结 了 走个弃弃的山径 登上狮子山头 我听到 向华亨着不太熟悉的吊字 看来哪个文歌手的原创歌曲 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香港 泛华热流 而又充满创意 我深信 只要有理想有热成 我们也可以发挥才艺 在加价也好 也在其他场所也好 都可以发光发亮地搞断 在这一段 施展者向华亨所哼的歌调 回应上文的乐队表演 其中施施生是香港人熟悉的景物 代表香港的本土生活 尤其可以引起夏文的感情 这就是我们的香港 泛华热流 而又充满创意 最后几句是把这个意思 再尽一化的 这个心化了就是 我深信 只要有理想有热成 我们也可以发挥才艺 在加价也好 在其他场所也好 都可以发光发亮 这一道 其实都是缓缓上文的 第一 我一按爱不住内心的激情说 对 我们都是年轻 应该有登高向上的气牌 第四段 二 我不禁对他言熟气敬 说 向华 我支持你 李老师曾经对我们说 只有热成一切都有可能 对吗 永恒 第七段 我门如在文章前面留下复布 然后再下文 嘉义呼应 开始文章的结构更加紧慢 文章到此再结论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最初的主旨 参考虑寫文短片二 年轻人 只要有热成 一定可以发挥创意 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成果 我受到表演者感言下定决心 付出诚意 希望有所成发挥所长 可能我们的文章 已经把最初落定的意志 顺利地表达出来了 你想的文章一定有充实的内容 和深刻的主题 我们写作文章 应该尽量达到这个标准 直下来我们有个练习 作问题目 柳士街头看表演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 短片的练习 续写文章最后的部分 然后完成整个文章 全文不得少于五百字 标点符号计 包括在内 以下有些评分的标准 大家可以看看